因為如果你是舊的版本 我會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這個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幾頁 第九頁的地方 這邊有一段程式 你可以拿這一段先亂亂看 他比較大的關鍵就是兩個 一個是網址 所以以後的話可以改這個網址 另外的話可以改語系 如果他是UTF8的話 那就是65001 那如果他假設是ANSI或BIG5的話 那你就改成950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原則上大概就是 要不就是UTF8 要不就是BIG5或NSI 大概遇到最多大概這些 好像90%以上都是這兩種語系 那會有run 大部分都是UTF8造成的 所以這一段提供 那因為舊版說真的 他的兼容性比較低 所以我還是建議如果可能的話 也許之後上課 你看能不能找到比較新的版本 的環境 這樣會比較沒問題 ok 好那 第二個問題 同學有遇到就是說 第一個問題是run 所以run 如果假設你要用舊的程式 可以用剛剛提到這一段 但是這一段 我發現有一些網址的資料 他沒辦法下載 剛剛這個地方這個是可以的 所以你們可以拿這個練習 那第二個 剛剛有同學問到說 到底那個資料是不是同步的 那跟各位講一下 他的預設是手動更新 也就是像我們剛剛這一個資料 剛剛下載的是 這個沒辦法 沒辦法復原 所以我再把它重新再run一下 其實連線還在 所以等於我把這個連線 他連線可以把它刪掉 那如果假設 我們一樣就是資料裡面的那個 從文字CSV 然後把這個連結 給貼上 這個連結的話是 這個 詳細資料 這個連結 給他 那他幫我把資料 那理論上他的運作的過程 實際上就是 他會先幫你建一個 一個所謂的查詢 那建一個查詢之後的話 先把查詢建立 然後把資料先導到 querytable裡面 ok 所以實際上 他有點像是 把querytable 當成是 暫存的資料表 那我們再利用 那個內部有個叫 什麼 this object 再用那個查詢的 語法 把資料給查過來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按一下開啟 他如果沒有 理你的話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像這個問題 前面其實是有空白 如果你按開啟 奇怪怎麼怎麼按 他都不理你 這就是喔 你可以按home鍵 跳到前面看一下 欸 原來這前面是有 這個東西啊 這東西是什麼 應該是一個table之類的 ok 把它按delete 然後按開啟 好 那 導進來之後 他建立一個連線 然後其實我們當然 如果 不要跳到querytable 你就按載入 他資料就過來了 直接載入 那剛剛有同學問說 那如果資料呢 這有錯誤 按右鍵 如果你假設資料出現有錯誤 你可以再按右鍵 重新再把它編輯一下 它多了一個動作 ok 然後再關閉載入 所以如果假設連結的東西出現錯誤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那個查詢的地方按右鍵 它有個編輯 可以讓你重新去編輯那個 導入的資料 ok 那裡面的話 如果你要修改 它的連線的話 當然預設是變成你要 重新整理 它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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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Pivot 這裡面的話 有一個重新整理功能 那你可以重新再把資料 再取回來一次 那如果說你要讓它自動 比如說 一段時間 去把資料 重新再更新的話 那其實剛剛我同學 蠻熱心的 就直接 有結一個畫面 其實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按右鍵 去找到內容之外 比如這裡面 按右鍵內容 或者是上面這邊有個內容 其實也可以從這邊 去做一個設定 然後 奇怪 連線有問題 編輯 編輯 製造成 嘩 個 如果今天希望呢,这个资料它可以根据 我预设这边可以把这个资料里面 如果右边这个区块你们可以从查询雨连线 按右键可以有个内容 这边可以直接看到就是说 是不是它每隔多久时间 它预设是60分一个小时更新一次 也就是它一个小时会去check一次 然后把你的旧资料给去掉之后换成新的 如果假设你不要用它自动的方式去更新的话 你也可以从这边,这边有一个重新整理 这边可以重新整理 假设你重新整理的话,它就重新帮你把资料更新一次了 那这个是透过它上方的方式去帮你更新 那如果假设你希望说可不可以自己写一个按钮 类似像这样,就是说这个动作 如果说你希望将来我一个按钮 我按下它之后 它就自动帮我把旧的资料给删掉 然后呢 把它停一下 如果我希望按下这个按钮 它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旧资料删掉 并且把旧的查询删掉 然后呢 产生一个新的查询 并且重新把资料倒过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我应该怎么做 画掉了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可不可以连 还是说只有我这边不能连 你们可以连连看 如果大家都不行的话 那不然的话 也许啦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我这边是连不到 那个就是盘后资讯的部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或者我们换另外一个 这个连线好了 我刚刚试的另外一个 也是蛮popular的一个连结 这个连结的话你们也可以找一下 按照下载次数来看 它应该是1234 第五个 它排那个下载次数 CSV里面的第五个 那假如说啦 我想要知道 这个前一阵子就是不断有那种停电的问题发生 那如果假设我想要知道说 到底哪一些县市 它的用电量是大户的话 那应该怎么怎么去把资料找出来 那或许啦 你们可以试试看 假设我今天换成用那个台电的这个好了 然后如果我们要找资料的话 这边有从104年到110年 还有今年这个应该 第一个应该是110年 我看一下这个资料 会不会比较少 因为我看刚刚下载110年的资料 其实还蛮多的 那才这个第一个连结 好像4.9M 资料不算太少 那不然的话 因为刚刚这个盘后的这一个连线 它好像已经暂时无法连线 不然的话呢 请各位改成第二个连 也是在我们讲义里面有啦 你们可以看一下 开放资料里面 一样就是在台电的那个 乡镇室 用这个用电的统计资料 这边好了 那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用什么 用旧的方式下载 那基本上的话呢 更改的部分大概就是 一个是网址 然后一个是编码方式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台电 我们假设抓这个 抓本年度 就是110年的这个 那它的编码方式的话 也是就是UT28 然后它网址在这里 而且看起来 它是直接给一个CSV的一个网 这个直接连结 它没有像那个盘后资讯 它应该是导到一个位置 然后再转到某一个 某一个档案 OK 所以拿这个来练习看看 OK 请各位也许先试试看 我再检查一下是不是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你们是不是 也能够连到那个盘后资讯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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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